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关于美人鱼的电影已经被各大影视圈给翻拍烂了 所以今天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一部辣眼睛的美人鱼故事 海洋深处生活着一群美人鱼 但美人鱼姐妹花小金和小银却被岸边的歌声吸引 原来是三个在酒吧表演的人在这里练习音乐 而他们也深深的被这对姐妹花的歌声所吸引 于是主唱女士就收留了姐妹花 还把这对姐妹花介绍给了自己的老板 老板不相信他们是人鱼 于是就查看了一下 没想到姐妹俩除了下体是疯死的 其他地方和人类没有区别 而两姐妹在接触到水后 立马就变身成了美人鱼 但这造型咋这么像鰻鱼呢 真是辣眼睛 可当女主唱再见到两姐妹的时候 他们的身体很是虚弱 看来这老板在这里做了坏事 真没有想到他还有这种癖好 之后女主唱就带着两姐妹在商场各种挥霍 两姐妹也不把老板欺负他们的事情放在心上 还做起了他酒吧的演员 因为两姐妹清纯的美貌 一瞬间吸引了很多的客人 但更多的人却是来看他们变成人鱼的样子 而两姐妹也毫不避讳地在鱼缸中展现自己的一切 在这里被熏陶已久的姐妹俩 在性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主唱三人组还有一个帅气的小伙 雷姆 他深深地吸引了小银 而小银的美貌也同时吸引着雷姆 但姐姐小金却靠自己的容貌魅惑酒吧的男人 然后把他们带到了偏僻的地方吃掉 之后姐妹俩也成了酒吧的台柱子 但姐姐在看到妹妹和雷姆交往之后很生气 因为她知道妹妹最后的处境 这天 电视上报道了有人类在海边被吃的新闻 小银知道这一切都是姐姐做的 于是就和姐姐大吵了起来 但被女主唱的丈夫给打晕了 因为他们也害怕自己被吃掉 于是他们把小金扔进了海里 想要淹死他 可他本来就是鱼啊 怎么会被淹死呢 这些人是不是脑子短路啊 回来的小银就直接咬掉了女主唱丈夫的手 而这边的小银和雷姆的感情越来越好 小银就拔下了自己的鳞片送给了雷姆 向她表达自己的爱意 可雷姆却表示 自己是不会爱上她这个怪物的 于是小银就找到了一个邪恶的巫师 让她给自己的鱼尾换成了双腿 虽然她知道自己会失去生意 但她还是义无反顾 可渣男就是渣男啊 在小银刚换上双腿不久后 她就一情别恋了 而且还邀请小银去参加她的婚礼 小银看着台上恩爱的两人心如刀割 但她依然祝福两人 可这时 同类却告诉她 她要在天亮之前吃掉雷姆 不然她就会被化成泡沫的 小银很是纠结 在天亮之前 她还是叫来了雷姆 小金也在身后为她加油 但她却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于是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 小银彻底变成了泡沫 小金生气极了 于是冲上去 咬死了雷姆 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下 她一个人回到了深海中 是啊 人类有什么好的 小银千辛万苦想要留下来 最终却因为爱错了人 而化成了泡沫 小金虽然吃了人类 可曾经的她也想过要做人呢 但在慢慢地认识人类的过程中 她却感觉到了欺骗和伤害 所以她才有了吃人的行为 最后伤心地离开了这里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she become a есс